肥宅小伙出差去了趟国外 发现自己成了国际巨星 坐拥千万粉丝 主角丹丹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肥宅 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 也许实在是太不 很容易就被人忽视 连续三年在同一家咖啡厅买早餐 服务员都记不住他 提到名字的事就更是头疼 爸妈想生女儿 却生了个儿子 于是就给自己这么个大老爷们 取名叫丹丹 每次提到都是一脸的尴尬 接着他来到公司 从事着无聊繁琐的工作 这时公司准备派往日本的员工出了车祸 不能去出差了 这么个小公司除了老板 一共就只有四个员工 这两位都有重要的会议要开 想了半天 猛然发现公司里还有一个人 丹丹 老板都懵了 啥时候公司还请了这号人物啊 不过现在也只能派他去了 丹丹还以为这么多年终于得到升职了 和妻子一起兴奋的庆祝着 他很喜欢摄影 虽然老公不帅 但干啥呀 都要先拍照片 放到网上和家人朋友分享 临出发之前 把他送到了机场 两人依依惜别 又拍了张照片 丹丹也很激动 在后机大厅 还不停地复习着出差的工作内容 坐在对面的一个小女孩 突然躁动起来 盯着丹丹 笑得合不拢嘴 一副小迷妹的表情 妈妈在一旁 拉了半天才安静下来 她有点懵 挥了挥手打招呼 小女孩幸福的快要晕过去了 审美不错呀妹子 看来自己的魅力终于有人欣赏了 丹丹是疑惑又开心 在飞机的厕所里照了很久的镜子 走出来之后 人群把目光都投向了她 习惯了被忽视的丹丹 还有点别扭 这时 一旁的亚洲男子主动地搭话 却又不会说英语 比换了一堆 最后给自己竖了一个大拇指 啥玩意儿啊 丹丹懵了 也回敬了她一个大拇指 男人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 留下她不知所措 赶紧戴上眼罩睡了过去 很快到了日本的机场 人群还是对她投来奇怪的眼光 这时 一个妹子在她面前停下 激动地叫出了丹丹的名字 声音从颤抖到震耳欲聋 整个机场的人都停了下来 接着 妹子就扑了上来 周围的人也全都聚拢过来 这阵仗 丹丹一辈子也没遇到过呀 满头的问号 不停地大喊 你们到底咋了 我干了啥 人群不停地尖叫 把她的声音掩盖住 就这样推推嗓嗓 拉拉扯扯 身后的队伍 也开始越来越壮大 这群妹子 简直要吃了她一样 你们这是要变成丧尸片的节奏 丹丹吓得箱子都掉了 追逐的人群 立马围攻起箱子来 某男子因为得到一条内裤 兴奋的都要哭了 丹丹啥也不管了 赶紧拦了辆出租车逃离 没想到司机认出了她 声称自己也是她的粉丝 小听她说一遍 那句经典的台词 嘴巴像个机关炮一样 说个不停 觉得自己太荣幸了 丹丹头都要被吵诈了 忍不住质问起来 自己到底干了啥呀 这个大拇指的手势 到底是啥意思呀 司机老大爷 却听不懂英文 一个劲的说着 还兴奋的唱起了歌 接着 出租车开进了繁华的市区 豪华的大楼上 到处悬挂着 丹丹的巨幅广告画像 还有各种表情包 她觉得 自己一定是在做梦 就想下车走走 结果 又看见了自己出发前 拿着叉子和便当的合照 这张是妻子刚刚拍摄的 所以她还有印象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回到了酒店 打电话给了妻子 询问她知不知道事情的原委 因为时差的原因 妻子还在睡觉呢 被丹丹猛然这么一审问 也是懵的 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自己也就是喜欢拍照片 记录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已 丹丹陷入了绝望 这时 收到一个广告公司的讯息 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丹丹的视频 请她去往他们的公司 说是到了那里 就能够得到答案 她全副武装的来到街上 发现广告海报也就算了 竟然还有人在街头模仿表演她 各种生活照片都被无限放大 挂满了各个地方 许多人在海报前合影 终于她来到了这家广告公司 所有领导层都聚集到了一起 欢迎丹丹 终于让她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两年以前 这家广告公司刚刚成立 一次偶然的机会 接到了一笔 大丹 客户要求用外国明星来代言 结果他们的预算超追了 明星请不来 于是在网上寻找外国人的照片 发现了丹丹妻子的博客 上面都是她的生活照片 于是他们盗用了照片 编造了一个谎言故事 没想到广告的效果好到爆炸 越来越多的广告 请求丹丹来代言 于是他们便停不下来了 一直盗用博客上面的照片 就这样打造了一个明星 丹丹一夜之间坐拥了千万粉丝 她听完简直无语了 首先想到 这不是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吗 广告公司早有名对 摆出了两个选择 第一 单单起诉他们 戳穿这个谎言 第二 顺理成章的 享受广告公司 为她打造的一切 过上明星的光鲜生活 她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打电话给了公司的领导 小请假 结果又是一堆破事 妻子给她留了很多留言 哭着恳求她 给自己回个电话 看来是真的不知道 照片被盗用的事情 单单看着这铺天盖地的广告 笑了起来 不知道她究竟会做何选择呢 这个故事名叫丹米勒 各位观众老爷 看完有何想法 欢迎在评论里面